在今天晚上 大家准备要这跨年的连续的三天的假期了 许多人都要想说 这三天的天气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变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三天天气的分析了 我们先来看到礼拜六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呢 虽然在晚上的时候北部 东北部地区有点短暂雨 但是到了白天的时候 随着云层减少了天气转晴了 但你注意哦 阳光照射之下 礼拜六的白天依然是一个舒适的天气 可是呢 这样舒适的天气之下 你会感觉到日夜温差很明显 不过到了礼拜六的晚上 随着东北季风再度增强 北方的封面一通过 往北走往东走 开始有点短暂雨出现了 而短暂雨完之后呢 接着北方的冷空气开始下来 在礼拜天跨年夜最重要的日子 大家都出门要安排户外活动 你的保暖工作不能少 因为呢 在礼拜天的晚上 低温的部分在北部地区 会掉到14度的低温 但是呢 往北走往东走有雨 最主要雨的时间会是在周日的 周六的深夜到周日的中午之前 周日的下午以后干燥的冷空气进来 雨的部分还是有东北角地区短暂雨 那台北的101呢 还是有点毛毛雨机会 但中南部的跨年全部都是天气晴朗 接着到了最后一天的假期呢 清晨的温度仍然偏冷14度 白天阳光照射之下气温再上升 但在礼拜一的话 是天气晴朗早晚偏冷 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的高压已经东移了 冷空气的量减弱 但是呢 今天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华南云带的影响 零星的降雨出现 明天白天天气好 但明天晚上的天气又开始不稳定了 来看到未来一周的低温的变化了 礼拜六晚上低温16度 礼拜天礼拜一14度的低温 接着到了周二的时候15度 周三周四温度再上升到16度 到了礼拜五另外一股冷空气再到达 所以周六天气晴朗 跨年夜晚天气冷 小丁宁给您一个提醒 特别注意啊 日夜温差很明显 还有明天晚上北部要转下雨